我们的苹果树是用高原泥土种出来的 我们现在来到护身高原苹果果场 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很漂亮 很漂亮 黄泡泡好原泳 我现在就马上把这个砸出来 在这个位置砸 一砸就看到顶头还是绿色 然后我就在衣服拆两下 然后就吃了 我们会看到很多地上有很多反光纸 因为它要等太阳到下 那些苹果才会连底也红 这种一条绿色的红 就是我们叫做柳红 看这个会清楚 这个就是柳红 柳红是护身的招牌水果 很脆很甜 我再吃一遍 我再吃一遍 不客气 很爽的 没有多粒 好吃 我们都是 吃不吃的 好吃吗 好吃吗 你看好吃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自己说吧 你吃就可能不好吃 好吃 非常好 减苹果 嗯 很酸 它在这里不用斜 斜斜的 变嘴 变嘴 变嘴就好一点 不知道 这个 中间黄黄的 糖芯 你看这些 这些是糖芯 嗯 即是够甜 嗯 但糖芯也不会发酵 我们的糖芯 是有一点点深色 做的 并不是发酵 发酵是霉心皮的 工作人员 别人黏黄的 工作人员 真的不错 香港很难 我说错 你听 那块烤 青不青 厚不厚身 是看这里 它们没有的 你看 弯的 弯的 炒了 炒了 你看火 它也是 你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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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它 那有什么分别 大家这么近距离 喂 其实一辣 就是 里面远的 这就是我们专家 来来 这就是我们专家的 这就是人家的果树 你看到它的叶会很干 不够肥大 不够厚 那它种出来的生果 好吧 你打算在这里吃 在这里饿 我们负责施肥的坑 就不是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会有蚊虫之生 所以一定要是车上来的 而且我们用芝士 勾肥的方法 它勾了半年才会用的 不是即拿即用 可以看到我们的果树 那些叶是很茂盛 很厚 就不会有虫柱 这就是人家隔离果肠的叶 已经是有病的 有病的 就是有病的果叶 所以种出来的生果 营养不够 还有不够肥肥 那些叶不得茂 这些叶不够肥肥的 这些叶不够肥肥的 整个叶不够肥肥的 整个叶不够肥肥的 大度的 那些果就这样子 那些叶不够肥肥的